这个是上个礼拜五的这个台美工业链合作前景座谈会 第一场的正式经贸交流 美方资深官员里面传出应该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助理次卿 商务部代理助理副部长 还有AIT助长丽英杰 科技创新基金会 美国半导体协会 以及高通康宁等等 这是与会的主讲者 台湾是我们的经济部长 还有次长 贸易局长 工业局长 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美方是希望说 台湾在车用晶片的问题上全力协助 要感谢 美国要回归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的这个协定CPTTP 邀请台韩加入是公共而已 还是有可能往前走 支持台美签署FTA 有没有可能性 清皇我相信你也高度关注这场这个会议的交流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 还是再公共而已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 在过去二零二零年里面证明了台湾半导体的价值 所以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股价呢 就像我们刚刚开头不是讲吗 最好 大家新年看 怎么能贪污十张啦 你看从二零一七一八一九二零二一 你看台积电的股价是这样 一支这样越起越高 起到最高 一股要六百七十九块 到封关的时候 他也有六百三十几块 所以你看台积电 他写下了什么呢 写下台积电 我们变成什么呢 挤进全球前十大市值的公司 我们台湾过去没有这样 台湾第一间公司 变成全球前十大市值 而且你看 比股神巴菲特的公司 他的市值还要高 然后呢 你再看一件事情 上面排名在前十名的 有Apple Sauber 石油公司 微软 亚马逊 台积电等于是跟全世界的大咖 大家伙都并列在名单上 那我们再让观众朋友 再更具体了解一下 我们台积电的价值 超越了哪一些公司 大家看看 像这个表上面 大家看比较清楚 台积电现在市值 大概相当于 其实上面写四千三百五十亿美金 事实上现在是更高了 你看下面 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健集团 市值比我们台积电低 我骂全世界最大的实体通路零售商 市值也比台积电低 雀巢 全世界最大的食品集团 很大人人过家的 他现在市值也比我们台积电来得低 你看下面三星 Intel 过去还在讲说台积电跟三星 处于这个搏斗之间 还两边还在交锋交缠 结果你看台积电市值 现在都已经比Intel跟三星来得高 所以台积电的价值 现在是全世界 都发现他在发光发热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史上第一次 美国的官方希望台湾瞧一瞧台积电的产能 德国的官方希望瞧一瞧台积电的产能 日本的官方也希望瞧一瞧台湾半导体的产能 你要想说过去台湾半导体二三十年来 从来没有看到像今年一样的状况 所以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台积电的价值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刚才慧敏你有提到 人家美国希望我们加入CPTPP 美国的业者期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当然也是真的 因为对他们有好处 在CPTPP的规定里面有规定说 这个比如说你的半导体的设备的采购 半导体材料的采购 你台积电要跟人家下单的时候 他会规范说你有多少的比例 必须要在CPTPP的成员国里面 所以慧敏你想一件事情 台积电每年要有很大的资本支出 像今年预计要两百八十亿美金 那资本支出里面 你要买设备 你要买原料 他规定说你台积电 就是跟成员国的成员来买就好了 那对美国厂商是不是有好处 对日本的半导体的材料厂商是不是有好处 是啊 美国是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国家 日本是最大的半导体材料的供应国家 那对欧洲来讲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台积电如果绑在CPTPP里面的话 大家都有钱 只有谁没办法赚 成员国以外 比如说中国 大家以后可能就没有办法 跟中国买这些设备 虽然他也不成熟 但是他是巩固机油厂商 他的优势跟利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我们台美双方一举行对谈了之后 美国的半导体业者 他就会希望说 最好大家一起来联盟 FTA CPTPP 大家快点签签 签签有什么好处 对美国的业者来说 这个钱才有机会赚 所以你再去看 过去一年来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台积电的技术 走到最先进了 对不对 他不是已经走到了 三奈米两奈米的时代吗 那你知道因为台积电 走到全世界最先进 对于日本的材料商来说 对美国的设备商来说 我都要配合台积电做开发 但是我配合台积电开发 要干嘛 到台湾来设厂 把就业机会留在台湾 同时帮助美国跟日本的厂商 也取得世界最先进的地位 所以你看日本的那个材料商 信用化学 他就要到台湾来设厂 是为了配合台积电 美国的默克到台 到台湾来设厂 也是为了台积电 所以对他们来讲 跟你结台湾结成同盟 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在过去一年里面呢 突然间台积电 让全世界都发现 台湾的半导体越来越重要 那越来越重要的关键之一 就是台积电 它是一个护国神山 带着后面一群 台湾的上下游业者 一起向前冲 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开头我们在讲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发生 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嘛 而且还是大家都很期待 它发生 那就你的观察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业者 呼吁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签署 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跟那个CPTTP 对台湾除了就是说设厂之外 还有什么相关的好处呢 维持我们半导体的竞争优势 那你看对于这个台湾来讲 今天美国跟台湾合作 日本跟台湾合作 那美国跟日本的厂商 他以后相关的东西 要下晶片的时候 要下给谁 下给台湾 那他委托做IT设计的时候 他也可以委托给台湾的公司做 那对他的车厂来讲 他的零组件 也可以跟你台湾去买 那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安全性跟他的这个 我们说技术合作都有保障 总是好过于 对于美国人 你去看 AIT前两三年 一直在布局一件事 他们一直在防范 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那你要防范红色供应链 那你不能 没有人帮我做 比如说伺服器这些东西 那以后可以委托给谁做 委托就放在台湾做 那个就是台湾的商机 跟我们自己的好处所在